2021年11月 已经13年艰苦努力 由林克、哥舒喜斯和马苏菲 三位荷兰汉学家和翻译家 合作完成的首部 《荷兰语泉语本120回红楼梦》正式出版 这套泉语本共4卷 后达2160页 装真精良 近日 《荷兰语泉语泉语本》译者之一 哥舒喜斯在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 荷兰语权一本《红楼梦》 对于向荷兰大众 尤其是年轻人 传播中华文化就有重要意义 即便是不太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通荷兰人 在读《红楼梦》时 也可以找到很多共鸣 从而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 普通荷兰人对中国传统文化 大概不太了解 都很陌生 可是呢 你开始读《红楼梦》的时候 你觉得这些人物 其实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 跟他认同 一方面是生活压力 然后呢 对未来就是把握不住的这种感觉 我想年轻读者可能都会有同感 而且呢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浪漫的一些细节 就是希望某人能够和某人在一起 但是因为种种情形 就是种种情况 一切就落空 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写得很美妙 很漂亮 刘舒喜斯认为 《红楼梦》对于场景细节的写实 可以让荷兰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 有更深的了解 一般的生活中那些细节 荣服里面 宁服里面 都是很写实 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屋内的描写 这个他们吃了一些什么 传递一些什么 可以真正的了解到 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在翻译的过程中 戈舒喜斯和其他译者发现 《红楼梦》中出现的一些物品 在荷兰语中并没有相应的词汇 于是他们决定将这类词汇直接音译 在保留了原有中文发音的同时 让荷兰读者认识了来自中国的新事物 翻译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实物 实事 荷兰语未必有一个很恰当的词语 我们都在想 荷兰语哪一些词语 可能比较适合于表达这个概念 有一些词我们现在就是觉得 荷兰语就应该解受这个词 所以没有翻译 比如说康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解释了 然后呢我们就想 OK我们这个我们不翻译 我们就直接穿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就会记住 北方冬天 你必须坐在一个比较暖和的地方 睡在一个比较暖和的地方 就是这个 在歌书喜斯看来 《红楼梦》荷兰语全一本的问世 除了可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以外 还可以激发荷兰读者 对于中国文学著作的兴趣 这给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多元化发展 也带来了给予 因为有这本书 所以荷兰读者 而且不仅仅是荷兰读者 西方读者会觉得 这个很有意思 那么其他类似的书 中国大概也有 还有很多 那么 好 你们尽管翻译吧 我们这边等着 我们很愿意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很好的现象 我也知道 比如说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 这个《红楼梦》 有一部这个见识剧 那么其实我在想 如果这样的见识剧 我们能够在这儿看到 我相信也会有很多人想看 所以我觉得 在这方面 中国文学会有 以后还会有很多贡献 《红楼梦》